好了 開始我們今天的辛亥百年華滄梭了 我們又見不到麥卿 麥卿仍然在望這個地區上的選舉 是啊 很激烈 當然激烈 他跟建制派去撼 都一場硬仗 因為往年好像上一屆都不是贏很多 所以今屆都要小心 否則的話 人民力量61人 一個人就寄在他身上能夠連任 否則的話 就像歐文所說 已經跟報紙起了標題了 就是人民力量全軍覆沒 如果贏剩下麥卿 我們也不叫全軍 麥卿也輸了 那就全軍覆沒了 不過麥卿在地方是做很多事的 是做很多事 但我們又沒有忘記 民建聯也做了很多事 我相信麥卿… 台面的東西 台底的東西呢 不知道 麥卿送的東西肯定不夠民建聯 那也對 旅遊、義士、種 叫做蛇齋餅種 蛇燕齋燕、月餅、種子 民建聯每年都扔不少資源到這裡 但是你知道 人始終有點貪小便宜 吃的 吃拿人手短 吃人口軟 吃完你的東西 都打算投你票的 所以如果純粹在物資上面 物質上面 麥卿也是必死無疑的了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 沒錯 做事就找麥卿 拿東西吃就找文雞 對 變成我票就照投麥卿 東西我照吃你文雞 沒錯 因為如果你不投麥卿的話 就沒有東西吃的 如果贏了之後 他就不用給你吃了 就是因為有一個對手 我要餵飽了你 希望你的票給我 沒錯 所以也是一場硬仗 那我現在在這裡 其實需要不需要說另一個對手的名字嗎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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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網台沒有這個規限 上一次已經說了 我們不用說對手 我們總之說 麥卿必贏 麥卿必勝 吹了我的帳 所以不用管他 那就好了 好 今天我們上一次有位網友提到我們 說一說川島方子這個人 是 這個就真是傳奇人物 是嗎 這個網友真是一個好的提議 因為看回川島方子這個人其實不簡單 不簡單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不用說其他 就是他的名字都已經有爭議 是 他的名字 日本的名字叫川島方子 漢名叫金碧輝 即是玉智哪個碧 他的原名其實是叫什麼名字呢 如果我看回他的原名 他是滿洲人 叔親王的十四女 我們一般叫 善妻 是嗎 叔親王的名字叫善妻 善妻 是 叔親王的名字叫善妻 那川島方子 他是叫善什麼呢 如果我看回在網上 很多人都是玉智邊做過魚 就是魚又淫的魚 但如果我看回原本的材料 其實那是紫字來的 紫嗎 紫 就是說是玉智旁 玉智旁就是摸電了 是的 然後其實旁邊的一個不是魚 是紫 即是兒子的字 兒子的字 所以是讀紫 這些字很少見過的 是的 但是我今天也因為網友提出了 我已經翻了很多資料了 其實內地很多人都讀過魚字的 但是其實這個字呢 我就專門查過康熙字典 其實有這個字 讀過紫字 讀過紫字 都是玉的 漂亮的玉 漂亮的玉 所以逢是玉字邊都是漂亮的玉來的 是的 沒錯 所以它這個名字呢 很多人可能因為電腦字 變了就是玉字邊做過魚 所以就讀過魚 連內地的節目都讀魚的 是 應該是譴子 應該是讀過譴子 如果有網友有其他意見就可以多多指教 可以打電話進來 阿楓彥 2892 多少 7841 2892 7841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我們大家可以研究 是的 除了這個名字就看到這個人的獨特點 因為這個是滿洲人 但是他後來當然做了漢奸 但是他自己本身不承認自己是漢奸 因為他是日本人 他說自己是日本人 所以到了1947年 國民政府審他的時候 都是說的 問他你是甚麼人 他說我是日本人 為什麼他一定要堅持日本人呢 因為如果做日本人 他就不會用漢奸的名義去處決他 是的 沒錯 你是日本人的就是 戰犯 戰犯就不歸中國審訊 所以他堅持做日本人 但是結果又怎樣呢 結果當然就不行了 因為當時中國的戰爭法庭翻查過資料 究竟當時的川道方子有沒有入過籍啊 其實我看資料他有入過籍的 因為關東大地震 所以那些資料就沒有了 是了 那想著他沒甚麼事了 他沒有補嶺 是 沒有補嶺就變了 那你沒有了證明你是日本人呢 那你就真的是中國人了 就當你是中國人 而且曾經這個國民政府也寫信給這個川島那個浪… 浪粥 浪粥 即是他的父親 即是養父 就叫他證明 是 這個是不是你的女兒 是 是 川島浪粥竟然是 給了一些資料 是對這個川島方子是不利的 這個川島浪粥呢 這個人就真的不夠朋友 他不是說朋友 大哥 你不關我的事 你吃人家的豬啊 是呀 豬到吃了 你都不吃了 有沒有搞錯啊 真的 所以我們這次講川島方子 其實有幾個角度去看 第一個角度就是說 作為一個滿洲的格格 他爸爸對他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是 你說的爸爸是養父 因為是親生父親 親生父親 即是宿親王 善企 善企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好了 而去到後來呢 因為他爸爸的影響 所以他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這個其實是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當然他是做了漢奸 因為他做了很多對中國不利的事 本來都稱他為 是插入中國的一支毒針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的 真的很厲害的 但是呢 問題就是說 值得我們反思的是 為什麼一個滿洲族的女子 她會做出這樣的行為呢 其實看照片他都幾微色 扮男妝 女妝 女妝因為都 她在一次婚姻失敗之後 她是剪走了頭髮的 應該是她被養父 即是吃了豬之後 即是她對男人已經是 已經 要報仇 那她就剪了頭髮 就去學騎馬 駕飛機 駕車 學騎馬 其實是她的父母 即是她義父 穿到浪速 就訓練她 變成她 我們只是可以 她最後 即是剪頭髮之前 最後一張照片 那時候還小時候 沒錯 就看不出她漂亮不漂亮 但她扮男妝 就真的很 很英姿勢勢的 是啊 講回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她扮男妝 其實是因為她被她養父 就吃了一隻豬 咬了 咬了 於是她寫了一句說話 她就說 從此之後 這個是對女性的一個清算 接著她就剪頭髮 就扮了做了男人 但是做了男人之後 其實她的扮相是男子 但是都贏了很多人的 即是誰親 因為都是 即是 我一想起 穿到方子 我就想到誰呢 想到梅艷芳 沒錯梅艷芳做得很好 真的梅艷芳做得很好 真的梅艷芳做得很好 即是現在 我跟朋友說 穿到方子 她下意識就說 梅艷芳 因為這個形容太深入人心了 真的做得很好 那張戲 其實 如果說穿到方子 我們從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個角度 就是說 當然她是漢奸 但是從一個女性的角度去看 其實她是很坎坷的 是 她沒有家庭 甚至連 後來她寄居的養父 都吃了她的豬 是 那其實她去哪裡呢 都應該不是豬的 她老爸如果咬了之後 那個養父已經沒有豬吃了 哈哈哈哈 嘗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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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湯給她老爸搞定了 但是如果看回 其實她能夠在中國裏面 做了這麼多 就是 驚天動地的事 其實跟她的背景很有關係 因為 善企 宿親王 其實來頭不小 善企本身 是 所謂的宿親王 大家要知道 在滿洲裏面 其實有所謂的鐵帽子王 就是說 這個著號 是歷代世襲 是不會改變的 還要所謂 還有臉死金牌 那麼 善企是最後一個 宿親王 而且 宿親王 在他二十出頭的時候 就已經 跟李鴻章在一起 扮仰武 慈禧太后 都很看重她 在1900年 就是八國聯會入京的時候 慈禧走路 宿親王跟著慈禧一起走 好了 回來了 慈禧也不敢一下子回北京 李宿親王先去看一看 沒錯 你跟我打聽一下 可不安全 他就找到易康 當時慶親王 當時很大權 一起跟李鴻章 一起回北京 處理楊武士情 從而可以看到 善企本身在清朝皇室裡面 地位是十分之高的 善企本身 他自己個人來說 是十分崇拜日本的 可以這麼說 是一個親日的狂熱分子 他對於明治維新 十分之狂熱 覺得中國應該走 明治維新的路向 應該走這個現代法路線 是的 後來 因為他在1900年 八國聯軍之後 他回到北京 遇上當時 一個所謂的日本浪人 川島浪速 在北京 跟他成為一個 幕役之交 當然 在當時的環境 其實 善企本身是一個 有才能的人 其實慈禧也要看重 所以後來 慈禧死了之後 到農譽皇后 我們說一下背景 到1900年之後 農譽皇后 繼慈禧掌權之後 善企就做了當時的民政部長 雖然說是民政部長 其實是主持當時建設新軍的工作 好了 當時來說 他最大的敵人是誰 就是袁世海 所以 如果去看 其實袁世海當時 從側面去看 袁世海為何要跟革命軍講和呢 就是因為他知道 在清朝內部 有一群滿洲的貴族 其實跟他不妥 是的 他要保住江山 是的 所以善企跟袁世海不妥 於是 袁世海就用一個手段 立即跟革命軍談判 於是就達成了所謂上海和議 然後就請或者叫逼清帝退位 清帝退位之後 善企就醒目了 看到你跟袁世海不妥 於是趕快去哪裏呢 走去旅順 避一避先 也在那裏開始 就跟川島浪速 建立了很密切的關係 他亦想借川島浪速的權力 去和他復興 清朝 是的 那時候清末已經是吸格可危 沒錯 他覺得我可以借助日本人 去為我這個大清帝國 繼續延續下去 而且如果一延續下去 他借助我們的話 就必定他連王位也唱 可能有機會 是的 所以這裏 給我們一個思考 好了 新夏革命 一百年了 新夏革命初期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民族 是我們沒有考慮到的呢 因為 宿信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們現在看到 在北京有一個叫做東安市場 其實都是由他在做民政部長的時候設立的 好了 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為什麼會投向另一邊 為什麼仍然是放不下 要和民國政府作對 要走向滿蒙獨立呢 這個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那麼 他去了呂信之後 其實他是心心不分的 沒有理由 你袁世海已經是我清朝的官 現在就反 一反之下 竟然被拿到江山 我畢竟都是親王 正統 是的 你那些軍人應該聽我們說的 是啊 他騎在我頭上 我表我聽你說的 於是當然很生氣 一生氣之下 就是當時跟他所信任的 所謂川島浪竹合作 其實川島浪竹 這傢伙 真是大騙子 狼子野心也是 這傢伙 這傢伙 因為狼子野心 你搞滿蒙獨立又不出錢 是 出口 那又是找笨實 還送女兒給他 對 沒錯 這個傢伙 這傢伙 其實 這個川島浪竹是什麼人呢 其實這個川島浪竹 就是 在這個 其實是 是在日本出身 其實他是一個 做一個翻譯官 後來 就因為他曾經在日本的外國語學校那裡 就讀過三年的中文 所以就派他進來中國 好了 他就做了翻譯官之後 就在1900年 就來到中國 跟著這個八國聯軍 就進來北京 就去做翻譯官 就去幫日本人 去接收他的利益 於是就跟這個縮親王 就建立了他的關係 而當時來說 這個日本浪人 是有頭腦的 他見到你 嘩 縮親王 有錢 因為世襲 世襲著衛有錢 自己沒有錢 於是就拉起其他 所謂什麼 黑龍會 他就組織了 就跟縮親王一起 在辛亥革命之後 就組織了一個 以滿洲貴族 和恢復滿清江山的一個組織 叫做中社黨 其實這個中社黨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 所謂基本盤 例如滿洲貴族 都很支持他 但你也知道 滿洲人 經過了這麼多年 都已經 漢化了 而且又有吃黃糧 又有些世襲的錢 當然 不要搞那麼多 於是 以這個縮親王最有志氣 於是他就找到村島浪畜 去教這個所謂滿龍獨立 這個其實對村島方子影響很大的 因為你想想 村島方子1906年出生 幾歲大 四五歲而已 於是新海革命成功之後 清朝退位 於是新海革命成功之後 於是新海革命成功之後 於是清朝退位 在家裡做兒女 你想想 一個小小的女孩 這樣放在別人家裡 那你說他怎麼想呢 好了 他不是唯一一個 因為他有很多 宿親王有很多的子女 好了 村島 這個 叫做 遣子 我們叫做遣子 去到村島浪畜之後 他是第十四個女兒 是的 十四格格 去到別人家裡之後 這個村島浪畜 是一個 十分之 崇拜 軍國主義的人 他在家裡 就經常 跟其他那些 擁有軍國主義思想的人 就走在一起 開會 聚會 那樣 所以 從一個社會化的角度 即是說 從他的生活環境 去影響 村島方寺 那 令到村島方寺 都慢慢 就接受了 一個 所謂 滿蒙 要獨立的思想 其實這個對他來說 一生來說 是影響十分大的 因為小時候改一張白紙 就這樣 給你那些軍國主義 那些軍人 慢慢 游了顏色上去 是的 沒錯 而且老實說 那個是日本 你本身 無論如何都好 你滿洲人 都屬於 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 他就 看到 他沒有 中華民族 一份子的思想 在裡面 好了 他是去日本 而宿親王 在當時 可以這樣說 是對民國政府 十分抗拒的一班 滿洲鬼族 那 宿親王 送了他的女兒 送了十四架隔 去了日本 同樣地 他也念念不忘 要跟村島浪叔 搞滿蒙獨立 當然 他送女兒過去 也想跟他攀關系 是的 沒錯 誰知道 這個真是 做蜜弄人 老實說 以當時他的財力 不要說吃十世 你要吃兩世 都無憂 但是 他就說 喂 不是 我要恢復這個 帝制 我們清朝 大清帝國 恢復滿洲 要滿無獨立 於是 被村島浪叔 一歲幾兩歲 竟然把自己 全副身家 都捐給浪叔 聯合當時 內蒙古 我講內蒙古 因為當時 外蒙已經被蘇聯 入侵了 內蒙古的 一些王族 支持他 把全副身家 都拿出來 組織蒙古軍 跟當時 中國的軍閥 對抗 希望把滿洲 和蒙古 獨立出去 當時 日本政府想想 你 村島浪叔 是誰 我為何要支持你 所以 日本政府 不知可否 不支持 你 縮親王 一個人 就算你是幾億萬身家 都好 但是 都是孤掌難明 當然 所以 孤掌難明之下 跟當時 在東北 最有權力的人 張作霖 對撼 結果 一撼 就輸了 那場戰役 是1916年 爆發的所謂 臨西戰役 被張作霖的部隊 消滅了蒙古軍隊 當時 縮親王看到 哎呀 自己身家又沒有了 軍隊又被人消滅了 一無所有 所以就屈屈不得志 這個 也是對村島方子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因為 張作霖 打敗了聯軍 所以 縮親王臨死的時候 也有違言 一定要滿蒙獨立 一個女孩子 面對著爸爸 這個這麼大的期望 是當時的環境 你說他怎麼做呢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老爸我一定跟你恢復江山 是啊 就是要報仇啦 所以呢 他就針對著張作霖 這個就開始了他 作為這個間諜 或者特務的開始了 所以對於村島方子來說 我們覺得他是漢奸 這個是一個定案來的 但我們從他的一生來講 其實是一個坎坷的 因為小時候被人推了去日本 其實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真的不知道 就是小時候推了去日本 然後日本又接受軍國主義的分圖 他覺得自己完全是一個日本人 他來到中國的地方 因為當日本人需要在中國 拌取一些利益的時候 他當然要幫日本 是的 沒錯 變成了他受到他爸爸的影響 於是就要以這個 恢復滿洲國為這個 不深的跡志 是的 他的志向 於是就把自己的幸福 爸爸斷送了 而且他可能是一個很平凡的女子 但因為他父親對他的期望 而且當時他身處的環境是十分複雜 他身於帝王家 有些東西是身不由己的 是 沒落帝王家 是 接著又去到一個軍國主義的地方 是 所以就將他慢慢 搓圓禁扁 就成為一個 令人很齒冷的間諜 結果就是 也都做了很多 很多事情 是 九一八事變 他有份 有一點參與 沒錯 一二八 是一二八事變 他就是其中一個策劃者 這傢伙搞了一陣子 跟他的老相好 田中隆吉 一起搞 好 好了 我們第一節也差不多 不過說完 他最後就被軍統局捉了 沒錯 軍統局捉了之後 剛才我們說了 他堅持我 因為他上法庭審 沒錯 好像在南京審 不是 在河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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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法院就說 他說你是 中國人 是 村老方子說 我不是啊 我是日本人來的 那麼他們拿出證據 但是證據就在這一場 關東大地震裡面 就盡毀了 也都沒有補領當時的證件 好了 那麼就寫封信給他養父 那麼養父 還加鹽加醋 就是說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他都是我在這裡寄居的 說了很多不利於 村老方子的一些說話 所以最後 因為他是 雖然你是滿人 國民政府 但是中華民國 其中一個人 所以判定 你是中國人 那麼中國人 當時 就是以一個 漢奸的罪名 處死的 但是他 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那麼 那麼 就是 這十多年 都有其他的說法 有很多 就說 二、三十年之後 還在日本見過 有些人就說 喂不是喔 他們 化了名 他就在長春那裡住 是啦 那麼 他原來也有個故事 為什麼他還沒死呢 原來呢 就是說 他在槍斃的時候 就是 因為他 他的槍斃跟一般人 又不知同不同 我們不是很熟 他說當時 就是把村老方子 那條絲拿出來的時候 就整塊臉都沒有了 沒錯 有血有泥 一槍 可能在後腦打過去 在後腦打過去 就是沒有了 又污泥滿面 究竟這個是誰呢 真的沒有人知道 那麼我們下一節 就再探討這個問題 好 一會再見 好 拜拜